这道题是道填空题 86.93是由五个十 几个一 九个十分之一和三个百分之一组成的 以致每个数都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86.93中 八在十位代表八个十 可以写成八十 六在个位代表六个一 可以写成六 九在十分位代表九个十分之一 可以写成十分之九 三在百分位可以代表三个百分之一 可以写成百分之三 这是86.93可以写成这几个数的和 接下来我们把题目给出来的条件也写下来 五个十就是五十 由于不知道有几个一 所以用空格代替 九个十分之一 可以写成十分之九 三个百分之一 可以写成百分之三 这两个式子都表示86.93 所以它们是相等的 等式的左右两边是相等的 那么接下来需要求出空格是多少 观察等式 等式左边右边都有十分之九和百分之三 唯一不同的就是左边是八十加六 但右边是五十加空格 八十加六等于八十六 所以就是要求五十加多少等于八十六 五十需要加上三十六等于八十六 现在等式两边完全相等了 因为三十六代表着三十六个一 也可以写成三十六乘以一 所以八十六点九三是由五个十 三十六个一 九个十分之一和三个百分之一组成的 这道题左边是八个十 右边是五个十 相当于从十位接三 相当于三十个一加到个位上 加上原本的六个一 所以是三十六个一